大家好,我是姨文 這次最主要分享的是我在美國的教學 那個教學是華僑在美國華僑參加夏令營養權 我負責的教學是第一次參加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 我覺得非常幸運 因為我第一次的時候就走了美國大概三四個都 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走美國州的部分 我第一次參加我第一次參加 因為這個project是去阿拉斯加的 對,然後從阿拉斯加到 就是一個禮拜的夏令營結束以後就飛到加州 然後加州這邊就有三四個camp 然後又到這裡就是亞利桑那中就鳳凰城 然後又回到Oregon 然後最後從Washington 就是從Seattle那邊回來 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是去美東 就是美國東 然後那次美東也很特別 我就從福爾里達開啟 然後從福爾里達到北卡 然後到就是 那叫Maryland 就是很小Maryland 就是看台島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州 還有Darework 瑪莉達都在這裡 然後Darework 然後到New York 然後還有上面的Massajus的四面 所以就是我因為這個Massajus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我就是已經走了 我大概20個州左右 然後通常都是一個禮拜 就是一個camp的方式進行 然後這一次呢就是我簡單 因為我覺得那個故事可能整個分享起來會很長 所以我就簡單先分享我這一次 我上個禮拜剛回來 這一次 然後我這一次是從就是 Finnis這邊開始 然後Finnis是一個沙漠地帶 就是那邊的溫度可以高到4C 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熱 就是他們那邊隨處都是這個 仙人帳這樣子 然後從Finnis飛到就是 德州的上面 有一個地方叫達拉斯 就是從這邊飛到這裡 然後這邊結束以後呢 再往Kansas的這邊有一個 這裡 Wichita 我記得來看Wichita 它很特別的是它幾乎是美國的中心 我覺得 我現在如果華使不會 我一直說的話 對 它就是美國的中間 就是我覺得就是我到 美國 當時也很驚訝的 哇 哇塞 我覺得全美國最中間 那Wichita是一個非常小的城 就是 裡面的華人沒有很多 但是就是 它是很難得就是 美國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太遠的地方 就是 因為平均啊 就是美國從這邊到那邊就是 一兩個小時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覺得它是超特別的 它每個地方 然後點到點大概就十五到半個小時就到了 對 所以就是比較像在台灣 然後那邊 這邊的華人數比較少 然後物資團結束以後呢 就是再飛到那個 Korado 我在Korado的那個Korado Screen 就是它們的一個市場這樣子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景色 就是等一下我會從我的那個 Facebook上面的主題介紹 然後Korado結束以後呢 就是最後再回到 就是德州裡面的Houston 然後我自己講一個我覺得超搞笑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大家都唸Houston嘛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拼了Houston 所以我就打H-U-S-T-O-N 但沒想到呢 它是H-O-U-S-T-O-N 我現在說OMG真的是 太...就是英文太爛了 對 然後我說那為什麼不唸Houston 我就問當地人 我說那為什麼不唸Houston 因為Houston也是那個Houston 然後他們就說 哦對 其實那是跟他們那個Houston有關係 就譬如說 我們台語有時候會講說 嗯... 嗯... Taksei 但是有人會講Taku 就是有不同的音調 所以其實他們 某部分也是有些人很也好詞 可是大家不能都會變故事 其實包含就是 我們中文翻譯也是翻譯成就是修飾論 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先簡單就是用 美國的地圖解解一下就是 這個路線 然後我所有就是行程的經費都是喬爾會提供的 然後並且就是每天有40美金的就是零用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我而言也是這個機會很難得 就他們是說是以志工的方式去進行正式的教學 但我覺得對我而言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非常非常lucky可以拿到這個機會 因為在...在這麼短時間可以飛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是很棒 好的 然後最後呢就是 我要用我的Facebook來介紹的 好 那為什麼我要用Facebook來介紹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我覺得我Facebook的差不多就是 我平均一個地方就是會 撥一張圖片或者是寫一些想法 當作我那個... 因為其實我待在那地方也很短 就是一個WIM 所以我就用一個圖片的方式來簡單介紹 然後我先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我到的站是Fenix 然後Fenix那一站其實是我去的第二次了 然後是剛好同一個主辦單位 所以其實就是格外承接這樣 然後很特別的是因為我在那邊就是 還看到四年前的CAMBER 就是他以前是參加CAMBER 他是來學的 然後我這次去的時候他現在已經當了一個Councer 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碰面的時候就是 臉對到說 你! 然後就說 哇!你現在已經在這了 然後就覺得四年不見 所以雖然說我們當時在叫他的時候也沒有很熟 可是 就是那種親切感會是已經從這樣說成這樣 對! 就有些事情在美國 或者在什麼印度 或者在什麼 就是阿里布達的國家 然後遇到台灣的那種感覺 真的距離會從很遠 然後是跟大家很近 對! 然後就因為我講一個題外話就是 我其實這邊有一點好奇的地方就是 其實 你看喔!在國外的時候 明明兩個不認識台灣人可以很近 可是為什麼在台灣兩個不認識台灣人 就是好像還是很遠 我有在想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沒有特別的解 只是我很好奇 因為我跟 喔!這個行程是我跟另外老師一起 我們兩個人一起 我們就是跑到美國 這次我跑到這個Camp這樣子 然後我跟那個老師也是到機場才認識 因為去那邊以後 那邊老師也問我說 欸!你們之前在台灣認識嗎?熟嗎? 我說沒有啊! 我們坐飛機的時候才開始聊天而已 他說一個你們看 看起來很熟 我說 對!就是總是到外地以後就會變得莫名的熟 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 就比如說你看我們在場的各位吃 我們目前都不認識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場域啊 換成在國外 我們可以瞬間在今天晚上變超熟 而且會超紅 可是可能就沒有辦法在這裡的地方實現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就是我的題外話 好!然後這個是因為我那天 就是最後一天Camp結束以後 就是他們這邊的concert 就是他們這邊的大女生 就去他的打工的店裡吃 然後他招待我們 然後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口味 它雖然是 它是西瓜口味的冰沙對不對 但其實它是一個Apple的飲料 就它其實是有點酒情 但我覺得超特別的 很好喝 我沒有辦法全部喝完 一口飽 這樣子 我不太能喝酒 然後我就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就把它就是 照下來 然後我這邊寫說就是 很難相信我們又再次遇到 在五年之後的這個時間點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次在Finish 然後第二次就是 我們就飛到Dallas 然後Dallas其實之前就有聽說就是 他是一個華人還蠻多的地方 而且其實我到那一站還蠻期待 你知道那一站的Camp有多少人嗎 200個人 超多 一個Team裡面只有30個學員 所以一節課午節分中裡面 你要把就是東西交給他們 然後並覺得你要當他們一個禮拜 可以有成功 或者可以上台表演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 在這邊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那邊的人 非常非常有熱情 就是華僑 然後那邊認識都是比較 就是掌握我們一輩子 對 就是大概就是 嗯 他們可能 相當有煩暴幫忙很累 然後他們對我們的接待啊 或什麼都很好 比如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住民 住民的Camp 所以就是 有時候他們就問我們出來 我們有沒有想要 突然出去哪裡玩啊 就算到禮拜三 還可以幫我們打關 我們可排到 就是 比較有空檔 然後帶我們去那個 Champing Center啊 或帶我們去試牛排 因為德州牛排超容易 德州牛排超便宜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在那邊每天都試牛排 然後 這是在Dallas 對 然後最主要其實 每次讓我們很難忘的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還跟 就是那邊的 就是 呃 然後華僑約好 就是他們如果回台灣 我拿在這邊旁邊 或什麼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我在 我講的時候 我在rich他 那邊遇到的 就是 他是一個沒有熟悉的女孩 可是我那天看到他 我覺得我超感動的 而且 還不是因為天生度這樣喔 他是 因為把娃娃娃工廠的關係 所以被結婚 對 然後在他三歲還兩歲半的時候 然後但是 因為我那一次 我一開始還沒有注意到他 然後我還覺得 我心裡想說 糟糕 這樣他有辦法醜你嗎 我就心裡想說 就是先 吸一口氣 但我後來說 你要吸試試看好 然後我就很順利拿來看 因為我想說可以用這邊進他 然後沒有他就真的就做了欸 然後我看到這一幕 我超感動的 立刻流淚感動 對 就是 讓我很感動的一個畫面 然後對 這個畫面就是 我很多朋友都說 我覺得 美國在那次畫面的教育 真的是 非常的熟 而且他非常的 積極 然後熱情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我剛剛照片上的那一張 就是我去參加 參觀就是 私人飛機的那個 那個 他們停機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 那個過程其實很有趣 是因為 我到WISHTA以後 他們就問我們想要去哪邊玩 我就說我想要看 很特別是WISHTA有的 然後這WISHTA是個航空城 這樣子 然後我說好啊 那我們去看飛機或開飛機 然後於是呢 他就替我們找到的連結 就是有私人飛機的人 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私人飛機時間 其實比我是很遙遠 因為我很在想看 有私人飛機什麼樣子 對 然後那次我這樣連結到 我實際上就覺得 哇塞 世界上沒有什麼 可憐 好 然後這個就是 God of the God 在Corrado Street 就是 他是一個就是 很近 就是瞬間 這個石頭是那種 巨石類的 就是他非常近 就可以呈現在 你面前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一進到裡面 我就覺得 哇塞好像來到了 電影集結 那種動動的狀態 這樣子 然後 再來 這個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CAMP 然後這個CAMP很特別的是 這一個人 她叫做Shyanna 她是一個很特別 然後 令我很佩服的一個 姐姐 對應該真的說 姐姐 她之前就是 是CAMPER 就是從小時候參加到大 我覺得她的故事 我一定要分散一下 就是幫她講一下 雖然說是見到 就是 她是在 呃 美國長大 欸應該都在台灣出生 然後到 快要念高中的時候 到美國去 就居然移民過去 然後覺得 變成在CAMP然後長大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夫婦的關係 所以沒有把她居然在CAMP 她一直覺得 就是這個CAMP幫助她 就是認同台灣 這一塊是 非常重要的 所以她先從 她之後是在美國的 IBM工作 畢業以後 然後 工作以後 她被調到北京去工作八年 然後她從北京工作八年的時候 然後每一年都是請她自己的假 然後回去 那個 有時間那邊 然後參加這個CAMP 就是 把這個CAMP 就是從新加工去南內選下來 然後 這一次她特別是因為 她 因為一直很想回台灣 所以她就把 北京IBM八年多 直接退 然後就 再從她自己接一次台灣IBM 然後見過 就讓她自己 然後她現在也是台灣IBM的財務長這樣子 對 然後她現在已經回台灣 在台灣第二年了 然後她今年跟去年都是 請她自己台灣人家 然後回去 去 那就是CAMP 她今年跟去年的營長 就是CAMP 就是 然後 為什麼我會覺得 就是她已經自己的感動 就是因為 就是 我們可能在台灣 我們很難想像就是 就是 在海外的人 她們怎麼樣去認同自己的地方 或者 她們很常會說自己 我到底是美女人 還是台灣人 就是 這個 這個問題是我這一次 CAMP的才比較 深的 去了解 喔 原來她們其實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 這對我們也不是這個問題啊 對不對 可是她們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 她們是 在美國長大 然後但是雖然說 她們就是長的亞洲英文 雖然是講了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 這樣子 中文也就是她會講 但是她們就會很好奇 就是說那我到底是CAMP 然後 所以因為這個CAMP 讓她更認同自己 還有更認同亞洲文化 所以她就覺得 傳遞的內心很重要 所以她們寧可 就是請自己 欸 那都是私人的假喔 還不是因為就是你公司 喔 她覺得喔 你在做這種 就是對國家合理的事情 所以給你公假沒有 就是完全是私人的自己的假 然後就把她私人的 一年的年假 供陷在這個CAMP裡面 就看了非常感動 然後最後一天就是 那個 就是分享 應該算 陳國長當陳國男 那時候呢 她就 就是當場 就是 淚崩 對 然後其實在場很多CAMP裡 都就是非常感動 流淚這樣子 然後 包含就是她的爸爸媽媽 那一輩的人 都會覺得 就是有人會來傳播 就感覺非常好 然後我相信她們這個CAMP 一定可以去辦下去 今年 而且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今年是這個CAMP的30週年 他們從1984年 然後一直舉辦到今年2014年 然後今年是30週年 然後我覺得我非常榮幸可以Youtube 剛好 在這個時間點參加到 然後 所以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這一句話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很謝謝他們 讓我參加他們人生的一小部分 因為其實我就是那個CAMP的一個 老師這樣子而已 然後 就是他們這一群人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大家都是請自己的家 然後單純 不為了手的針 就是 只是為了做傳承 這件事情而做而已 所以人生就是先有的犧牲 才造就有成全 因為他們願意犧牲他們自己的家 所以才能成就 就是這麼多花人 就是 雖然說是在毅力長大 但是還是對台灣這塊 就有點有很大很大人感 因為我在外面普遍問就是 那邊的 就是華僑的小孩 他們其實他們都非常非常常回台灣 他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暑假 因為可以兩個禮拜都回台灣 對 好 然後以上是我們的簡單分享 謝謝大家 歡迎參加 好 我們謝謝宜文 那他剛剛講說 就是其實會有很多 華人在外界或是 一些認同改的問題